每年7月在南非、夸祖鲁、纳塔尔省附近的海域都会有大规模的海洋动物迁徙活动 受洋流的影响 成千上万的沙丁鱼由南往北迁徙 寻找浮游生物 这事也吸引了大量的沙丁鱼的天敌尾随其后 四肌密实 每年7月在南非、夸祖鲁、纳塔尔省附近的海域都会有大规模的海洋动物迁徙活动 受洋流的影响 成千上万的沙丁鱼由南往北迁徙 寻找浮游生物 这也吸引了大量的沙丁鱼的天敌 尾随其后 四肌密实